让我说归根到底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不幸的人 都是为了那33块钱而不幸的 你承认吗 整个不幸的世界 就是卖耶稣的世界 整个欧洲 今天的欧洲 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的社会 蒙受了神多么大的恩典 今天整个欧洲都把耶稣卖了 而且卖了个好价钱 卖成了西方发达国家 今天的美国 中国 都在卖耶稣 不只是33块钱 卖成金砖国家 33块你可能觉得太便宜了 那金砖呢 金砖 银砖 卖了耶稣 就有金砖 银砖 你卖吗 不认耶稣 就有安全 就岁月尽好 你卖吗 如果中国今天的富裕 如果今天 中国的崛起 是用杀死了超过两亿的儿童 为代价的 你要这样的富裕吗 你有勇气拒绝这样的富裕吗 如果今天中国的崛起 是以打压基督的教会 作为代价的 你有勇气与之分别为甚吗 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 富而且贵 是令人羞耻的事 你同意吗 你愿意靠自己亲手做工 中国人的话说 挣一份良心钱 但是不在主里面 谁有良心 谁挣的是良心钱 我们这些军东徒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有的时候听到一些 弟兄姐妹说 多难了 那这怎么办呢 那怎么挣钱 那怎么工作 那这个工作不能做 那个工作也不能做 那个字也不能签 那个钱也不能拿 那个账也不能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怎么办呢 我只有一个办法给你们 三个字叫去死吧 怎么办呢 去死吧 去活在耶稣的死里面 大家有读过 一部小说叫做 你往何处去 简直为客的小说 对吧 在那里面讲到 主后六十四年 尼路在罗马城里面 逼迫教会 杀死基督徒 那弟兄姐妹呢 弟兄姐妹还是 非常爱自己的牧者 很多的弟兄姐妹 就是说 希望彼得离开 不是因为他的命 比我们的命更重要 而是弟兄姐妹呢 是希望他能够担负 更大的责任 对吧 希望他能够 于各地的教会 有益住嘛 所以弟兄姐妹都说 希望彼得 希望你离开 早一点 因为听到奉生了 马上就来了 所以彼得你先走啊 所以彼得呢 就住着藏 就离开了罗马城 在这个大逮捕 大杀害之前 他就离开了罗马 向城外走去 走在城外的路上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一道大光 当然这是显著维克的小说 彼得见到了耶稣 向他显现 他看到了耶稣 正在赶路 而且跟他是相反的方向 因为他是离开罗马 往那边走 耶稣是走在条条道路 通罗马嘛 走在那罗马的大道上 是往罗马去 然后他就说 主啊你往哪里去 说你去哪里呢 我要跟着你去 对不对 我见到了主 主说 我要去罗马 因为有我的子民 在那里被杀 而我的使徒 却离开了那里 所以我要去罗马 我要再一次地在那里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所拣选的人 不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要回到那里去 谁都听到这个话之后 就痛哭 他就转头说 主啊 我知道了 我要回去 他就转身 回到罗马 按照教会的传统 的记载 他在罗马殉道 他没有躲避 神所赐给他的死亡 因为在他死之前 基督已经替他死了 凡是活在基督的死里面的人 晓得他复活的大人的人 在这个今生活着 就不再怕死 阿们 就不再是一生因怕死 而做卢仆的人 就不再服在罪孽的匣子之下 就不再服在凯撒的权势之下 就不再惧怕 罗马的审判 不再惧怕那广场上的 那个汹涌的群众